我本来要诉求的是两点 第一点是说公园 然后第二点是公宅要减半 可是现在就是 柯市长已经自动帮我们减半 他也听到我们的心声 所以我们也非常开心 可是现在大家一直吵来吵去 就是吵了这个公园 那为这个公园也开过很多的场 那就是说我们要的这个公园 其实这个公园老实说是 政府你本来就要弄好的公园给我们 不是我们来要求说 拜托你给我们公园 那我们为这个公园一直吵来吵去 求你给我们公园 是我们要公园你不给 那你偏偏把不要的给我们 公仔的事情 我们不要你一直要给我们 所以说希望说 市长你们 大家要公园你就 弄一块地给我们公园 就是说合理的公园就好 那你给我们那么多绿地 绿地可以跳舞吗 那我们要办活动可以办吗 那我们要在那边玩干嘛 那我们要办什么可以吗 这些就是说你刚刚说有一个足球 足球大的公园 那你说是公园 那可以办活动吗 那还要申请什么吗 哎请那个 菇发局局长说一下 他刚刚说那个足球场的那个场地很大 那我说我们要办活动 我们要跳舞 我们要在那边干嘛干嘛都可以 谢谢 那我们接下来请这个蔡理长 然后蔡理长的部分 刚刚17跟18的部分 是不是蔡理长这边要一起 不是我一起 不是我一起 刚刚你们罗科长叫我一起 哦是 那个程序不一样 好 不是那个 那蔡理长这边结束之后会是叶小姐叶春凤 那请问我的时间就是九分钟嘛 对不对 三个人 来 放在前面一下 那个 市长 局长 委员 阿家好 谢谢 因为我跟各位报告 里长没有特权 因为我们大人里 另外两个有登记 跟各位报告 所以他说三个人合并 由我来讲 这是他们主动说 你要不要可以主动讲 不是我的特权 所以我的是九分钟 跟各位报告 刚才我们先热声一下好不好 好不好 保留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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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子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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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报告 我们讲出来要有根据 不然那个法令就会叫我去问 为什么 为什么就是要 他刚才所讲的 这边也有都委会的委员 我感觉 委员要有 两支 为什么呢 连那个局长都没有诚信 他的习惯我都听得 好熟悉 我也会来一次 两次 好多次 我们觉得 这个局长 口才一流 有 可是诚信 淡然 为什么叫 诚信淡然 区长你可以到法院去告我 因为 他在都市计划委员会要变更的时候 他们就是这样玩的 所以白道很可怕 他们弄一个都市计划委员会 就像他们的市政府的上方保健 为什么呢 他不是说我会来一次两次好多次吗 报纸都留下来的 可是 到了都市计划委员会 本来是区块的 S型的 各位知不知道 最少是S型 知不知道 知道 对嘛 我讲的话都有根据 可是到了都市计划委员会以后 有一个 一两个很有良知的都市计划委员 大部分都被市政府买收了 为什么 一半都是市政府的官员 一半 人家问他说 你S型变区块型 你有跟老百姓扑的地基人说明吗 没有 连夜港工的 这句话也是突发起讲的 好不好 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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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拥有杠 在哪里拥都没声 我现在一说的意思就是 连夜港工 他说 他法力仗得住脚 他是用这个白道 他的上班保健 也不用沟通 都市计划就变更过了 张曼兰一言也谢谢你 他在浩龙斌市场说 多留一些空地给下代子孙 你要跟柯P讲 你跟他去上海 你要跟他讲 他听你 好不好 大家给张曼兰鼓掌一下好不好 好 那个王健一言也很帮忙 陈立威一言也 大家鼓掌一下 好 也希望 他就是用这个行政暴力 通过了 他说 我们法力通过了 你仍奈我何 这就是市政府多发级的 一边讲 我会来一次量子好多次 一边连夜港工的 你觉得白道可不可怕 可怕 对 黑道还好 黑道还要警察助他 另外 为什么叫骗子市长呢 他还没有写上以前 我陪他走 我们跟他讲说 欸 那个 柯P 你总来总算 这个 丢丢我们想一想 他说 只要好市长没揉出去 我就有办法 哎哟 算你多少不去 这样是不是骗子市长 再喊一次好不好 骗子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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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你听话大声 把你记得了 骗子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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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个 他给我们讲说 哦 我天大的恩惠 400 降到350 337 现在降到300 这样有欢迎吗 哦 真欢迎 哦 可是 我跟各位讲 公园的容积率是60啊 60提高300 他已经脱用了多少 为什么他们要把千万百计 为什么说 我还是对柯市长寄以厚望 为什么寄以厚望呢 希望你鲜押肉脉 你不要变成一个财公园的市长 黄大洲市长 盖大恩生理公园 陈泽扁市长 盖14号15号 那个公园 因为我就住在那围章建筑 所以我是弱势 哦 那个 马英九也是盖市长 他们跟我讲的天官大恩罪 供应之外多少多少 各位你知道吗 将来要 来的人口大概1万人 连七公所 因为七公所是海沙屋啊 好市长的时代 他就留着公园 刚才 林周明局长说 这个历史奄言不久 我请问你 我们广市公园已经十年了呢 那你科匹才占一年半 到底是十年比较长还是一年半比较长 你们告诉我 十年 对嘛 一年半的市长要把那个十年的公园拆掉 留下历史的污名 所以 另外 好市长规范 市府用地是210 哦 他现在给你画 画到四百 给你赶到来 哦天大的恩惠 其实是210 为什么 因为他说周边 服务道路不佳 周边道路服务不佳 所以就210 对不对 那时候张范来议员是说 啊 多留 多留 多留空地 给后代子孙 我也希望你们议员 来的议员 大家来支持 没有来就算了 啊 那个 替我们讲话 否则我们看正位 一直看正到底 这个 所以我也拜托都委会 你们坐在上面 你们要讲真话 不要被 那个 为什么 S型变七块可以通过 原来 他们里面都是秋原兼裁盘 林青龙副市长 一给他通过 我们不可奈何 对不对 这叫做白道的可怕 另外 你有没有想到 我们 可以即使给他降到1562户 请问你 市邻居总共有几个里 五十三个里 市邻居总共五十三个里 他才公宅是五十一户 我们单单福德基的广之公园 几户你知道吗 1560户 他的几倍 三十倍啊 对不对 所以 你看看 我们给各位报告 松山区 内湖区 大同区 中山区 四零区 咬起来 没有1560户 他们讲的天官烂罪 要来一万人 你们这些广之东西 你们用不到 对不对 所以 他就是 看看 联合报讲的 柯P的公宅政策 不可怀查里照 105年6月5号 柯P的公宅政策 陷入泥沼 主要原因是政治性挂算 超越了基础正义 更忽略了市民的基础现实 讲到基础正义 他们用基础正义 帮我们污名化 他帮我们污名化 我们说 支持你一千四百户 现在有接警 我去公共电视上 上 那个有话说 我里长还可以拿到通告 那个摄影的团体怎么讲 哎呦 你们不是通通不要吗 我说一千四百户 一贯的主张 市长 区长你看看 是不是我们一贯的主张 他 我们 为什么要记住正义 我们陪伴的养老业 平宅 他是征收我们的土地 白道的可怕 就征收你 最后他怎么满干 现在的柯P 他不是在跟你交通的 他在走程序 对不对 我们要公园 他不给你公园 摩金做得很漂亮 所以张金二市长说 那些工人员都在啊 啊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区长 市长 为了他的公宅 所以他不来沟通 松山堡金站 郝隆斌有价值 是几分钟啊 九分钟 是 等一下 等一下 刚才的当有 这个棒我还想 谢谢 所以 我现在讲的意思 不要谢谢 你区长要有价值 要替老百姓 我们第20个优惠啦 不要紧 没优惠不要紧 因为 我要告诉你 照规定 照规定 去公所要替我们讲话 对不对 我现在 最后 我的意思是说 公宅减半 保留公园 他回应了我一半 另外一半呢 他们给我讲说 我立地做了多少 谢谢 你催促我 等一下 你帮我拿一下 我们为了凭 凭 凭掉公益 我再 把我们基里的坏路 打这样子 好不好 好 好 我们是不是 请下一位 叶春凤小姐 抱歉 最后 我们大人你会来 清这个场地 对对 谢谢 叶小姐在哪边 谢谢 叶小姐的下一位是 那个护術团游里的伙伴 但是叶小姐说明完之后 我们会先请台上的这个相关单位回应 谢谢 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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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报第41月有谈到居民关心的福德平宅评估存留的问题 那市政府的回应有几个重点 就是说文资委员会是决意保留 但是多数居民建议拆除 那清构结构建定结果 后续如果要继续使用 就要进行结构补强 那有关贫宅存留的问题 要纳入开发案通盘检讨后决定 这个是市政府的回应 那这个回应请看下一页 这个回应第一个 他讲说文资委员会决意保留 林中民局长就在这里 这是错误的对不对 欺骗居民对不对 因为文资委员会绝对没有决意保留 林局长对不对 因为他的决议原文是 请看 是建议台北市政府将福德平宅的建筑元素 及空间特色 融入未来本基地的规划设计 那文资审议委员会的决议 没有把福德平宅列文资建物 这句话刚才林中民局长也有讲 那为什么说你们的回应说决意保留 这不就是欺骗居民吗 区长你聊头是什么意思 这位大姐我现在马上回应 如果刚才 当然 如果录音到带 您说的话都是对的 因为我刚才说 因为文资委员没有决议 所以都发局跟文化局讨论的结果 因为当时还是有声音希望至少留下一栋 所以我们是暂时留下一栋 我把我刚才说的每一个字再讲一次 会再来如果地方有不同的意见 我们会尊重 所以刚才我讲的很清楚 意思就是说就是刚才这句文资委员认为他不需要留 可是当时的确有声音希望留 市府做了什么 先做停车场 而且承诺是中秋节的时候 停车场就可以用 马上中秋节又要来了 这第六栋我们再回来再讨论 还是尊重意见 但我绝对没有说他要留 要留不留 我们再来讨论我们尊重 以上谢谢 刚才的时间请要扣除 请回到上一章 刚才局长说的话 我百分之两百同意 你说的都是实话 但是你们的简报里面说决议保留 简报里面 你们的回应第41页 不是局长说保留 局长误会了 是你们的简报 白纸黑字印决议保留 你自己去看简报 好下一页 再 对 不是上一页上一页 那么下一页 回应提到有关品财存留问题 要纳入开发案通盘检讨后决定 那现在就是通盘检讨的最好时期啊 为什么又见识拖延 那忽视这个主流的名义 那现在就是在通盘检讨 你又说要留待通盘检讨 到底什么时候才通盘检讨啊 下一页 那回应里面又提到说 结构 鉴定以后 如果需要继续使用 就要进行结构补强 那如果你为了保留 这个四十几年的老旧福德平长 你不但要花费 一大笔的结构补强费用 还必须编列更大笔整修费用 更严重的是还要编列长期的管理跟维护费用 没有善用人民纳税钱浪费公堂 下一张是最后一张 建议将来一起拆除 动工的时候不要保留 好谢谢燕女士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请川局这边